在代表本局 来跟大家来做最生气的道歉 戴着口罩难掩疲惫 台中社会局长恶度致歉 想到事发以来 全面检视南屯拖音中心 检视器画面近507个小时 发现总共有三名的拖育员 不当对待幼童 另外还新增三名幼儿也受害 过去的工作人员 太注意到单一事件 那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去注意到 这个结构性的 这些不当的对待事件 南屯拖音中心一年前涉嫌虐婴 被家长发现就案还有心事证 受害的婴儿不止一人 引起父母的不安 而事发两天后 又有一名王爸爸出面指控 自己的双胞胎儿子 也被吸囤去另一所拖音中心 不当对待 台中的拖音中心接连传出虐待 或是不当照顾 包含社会局长和副局长 社会局总共有四名人员自行处分 多数的这个财阀出犯都是六万 那这个财阀基准要不要修正 我们也正在跟法律制局的讨论 该如何提升拖音中心环境的安全 市府一早召开会议讨论 结果也出炉了 过去拖音中心不当对待孩子 触犯罚六万 未来将提高财罚金额六到六十万 整理监视器影像 加强稽查抽查 但过去父母受限法令 不能复制监视器画面 市府将围请专业资讯人员 协助复制监视器影像 还要强化仿视的频率 要是发生类似事件 将强制要求拖音中心 要召开家长说明会 而市府团体认为 开发者有短期的各组作用 并呼吁社会局 针对个案都要扩大了解追踪 通报流程和认定标准 都要更加透明 拖音员的训练制度 也该重新检讨 才能遏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 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